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跟大家汇报 我讲座的题目是 伤身 败德 折寿的根源 现在社会上非常流行一个话题 那就是养生 所谓养生就是指让自己的身心保持一种健康状态 那么反过来看我们现今社会呢 随着国力的增强 人们物质生活的丰富 与之相反的呢 却是人们的健康素质下降 中风 糖尿病 癌症 诸多疑难杂症的罹患率逐年上升 古人有一句话叫做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作为一名中医师 我们身上担的责任就是两个 第一个是治疗疾病 第二个是养生保健 那么人民的健康出了问题 我们责任责武旁贷 作为一名中医师 在这里我向大家道歉 是我们做得不好 刚才我讲到 现在的人们 生活物质生活虽然提高了 但是身体却呈现一种衰败的状态 表现出来的种种疾病 很多医院都无法解决 病后伴随着人们一生 那么在这里面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这个原因也是自古以来的历代医家 历代医家就是历朝历代的医学家 所重视的一点 那就是男女关系混乱 色情对人体的伤害是极为严重的 现在社会 随着西方价值观的泛滥 我们看到 在中华大地上 这个有了五千年为名的 保土 在我们中国 却出现一种非常混乱的现象 那就是 性的开放和泛滥 什么现象呢 我们走在大街上 看到广告台 有很多广告台上的图片 都是非常的露露的 引起人们的幸运的 那么走到报刊亭 看到50%以上的报刊杂志的封面的女主角 穿着都是非常暴露 引起人们的邪思邪念 那么我们打开电脑 连上网络 我们就会发现 电脑和网络里面的色情链接 层出不穷 很多国际 国内知名的网站 在它的主页上 都有这种色情信息的链接 那么我们打开电视机 就会发现 电视剧里面所演的情节 包养情妇 婚外情 这种情节非常普遍 一方面 这些泛滥的这种性的思想 不仅对人们的思想进行了污染 另外一方面呢 它对人们的身体 心灵造成了双重重创 在古人认为 性欲的这个泛滥呢 古人用两个字来形容 叫做相火 就是性冲动 古人把它誉为相火 相是哪个相 就是宰相的相 火呢 就是水火的火 按照中医学理论 身体里面的火有两种 一种是君火 一种是相火 君就是指的君主的君 也就是说 人体的火气 君主应该当位 那么宰相呢 应该起到辅佐作用 那么人们的性冲动 性泛滥 在古代一家的书籍里面 是这样记载的 它叫做相火妄动 也就是说 本来安于本位的 这个宰相的职责呢 没有做好 他却是妄动的 这样一相火妄动呢 就会耗伤人们的阴经 导致疾病重重 然后很多疾病由此而发 那么我在同事中医临床 研究工作中 总结了以下诸种 对于身体的损伤 下面跟大家一一汇报 首先就是 现在社会上流行的一种病 每年的这个发病率 都在增加 而且呈现一种低灵化趋势 这种病是什么呢 就是糖尿病 糖尿病 糖尿病 现在很多人称之为富贵病 为什么叫做富贵病呢 因为 在古代 在我国六七十年代以前 这种病的发病率是不高的 那么随着改革拆放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提高 这种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 那么下面我就跟大家汇报 为什么这个男女关系混乱 会导致糖尿病的发生 我们大家都有一种概念 就是 饮食过度 饮食不节 会导致糖尿病 这是一种理念 这种理念呢 按照中医理论来讲 这叫做中硝 糖尿病还有一个名词 叫做硝可 硝就是消失的硝 可呢 就是头可的可 古人把硝可分为三种 一种是上硝 一种是中硝 一种是下硝 中硝就是指的 饮食不节 所导致的 中硝脾胃的这种疾病 会导致糖尿病的发生 那么下硝呢 就是指的防食不节 纵欲 所导致的糖尿病 而下硝的这种糖尿病呢 在现在的临床中 尤其多尽 大家注意啊 不是只是因为 饮食不节 所导致的这个 糖尿病发病率很高 现在有很多这种 因为纵欲过度 所导致的糖尿病 也层出不穷 这种类型的糖尿病 有一个典型的特点 我给大家描述一下 第一点就是下肢发凉 大家记住 人老从哪开始的 是从腿 所以说在清朝的 有一个一家 叫做叶天世 叶天世 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 他说 若子向老 下缘先亏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人开始老 是从他的下胶 也就是说单肾 腰腿这块先开始的 那么糖尿病 有一类人的表现就是 下肢无力 脚梁 这种人非常多见 其伴随的症状是什么呢 就是小便贫 小便贫 面色 辉黄 这都是肾气不足的表现 那么这种表现呢 叫做肾阳腿 那么我在临床中 就遇到好多这样的案例 他们也控制饮食 也进行调理 但是不节制防饰 所导致的结果是非常严重的 我认为大家举一个我在临床中遇到的案例 这个人呢 因为在座有很多都是企业家 那么这个人也是企业家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他是做旅游产业的 那么他得糖尿病从30岁开始 他的典型的表现就是两只脚无力 走路脚下虚浮 走路无根 用老大姓话讲 就是脚底下没根 那么他的这个外在表现呢 是脸色辉黄 小便特别平 而且有淋漓不尽的这种现象 那么大家都知道 淋漓不尽实际上是前列腺炎的 或者前列腺肥大的一种表现 这在70岁以上的老人多见 为什么在这个才30岁的这个年轻人身上就有呢 一句话 伤肾 也就是纵欲 我跟他 我把完他的脉之后 我发现这个人两个齿脉是非常沉的 大家都知道中医的脉疹 叫做浮中沉 寸观齿 寸观齿 齿脉后的是肾 就是在这个脑洞脉之后这个位置 如果是这个人齿脉很沉很细 无力的话 说明这个人肾气不足 那么我把这个企业家的这个脉的时候 就发现他的肾气是非常不足的 而且他的外在表现呢 也是肾阳 挥虚这种现象 按照中医理论来讲 这叫火不暖土 这种情况下的糖尿病 仅仅靠控制饮食 靠那个降血糖的药 靠胰岛素是没法控制的 继续往下发展的话 很有可能导致一种现象 我们都知道 糖尿病有一种表现 叫做坏居 坏居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两只脚 血液流通 不通差 这两只脚 时间长了呢 就会导致局部的坏死 最终的结局呢 就是截肢 这个人从30岁 得糖尿病 找我看病的时候 是40岁了 已经得了10年了 我跟他讲 我说您 这些病要想治好的话 不往下发展 控制住的话 必须得 节制保释 至少按照 古代医家的交诲 至少有一年 到两年的时间的禁欲 把这个肾气保存好 否则的话 身体就会 有出现很大的麻烦 但是 这个人 丝毫不信我的建议 他找我看病 主要是为了两点 一点是治疗糖尿病 另外一点呢 是让我给他治疗阳尾 大家知道 阳尾 实际上就是 一个人啊 这个肾气不足的一种 身体的自我保护 我们中医 都倡导人们 要随顺自然 也就是自然保健的养生方法 就像我们进入一个 寒冷的环境当中 我们的身体啊 就会出现一种自我保护 什么呢 就是 皮肤出现 鸡皮疙瘩 这实际上 就是身体的一种 自我保护功能启动了 那么鸡皮疙瘩一出现 就说明身 全身的汗毛孔收缩 抵御外外在的寒气 那么 一个 这个人 糖尿病十年 又有纵欲的这种历史 然后出现了 这个 阳尾 这实际上就是身体 对他所发出的信号 就是 请他 把这个 把这个 防尸 这一点 问题要节制 要自我保护了 这是 人体自然的一种 自我保护功能启动 结果呢 他却让我给他治疗 这个 疾病 然后鼓舞他的 这个阳气 大家试想 我们一个人 进入寒冷的环境当中 本来汗毛孔收缩 结果这个人呢 还要求医生 给他开一种药 什么药呢 让他的汗毛孔 舒张的药 这叫什么 这叫逆天者亡 所谓的天 就是自然 顺天者产 天也就是自然规律 顺应这个自然规律呢 身体就会健康 违背这个自然规律呢 身体就会急剧的衰败 最终导致死亡 那么这个人 找我探病 他实际上就想做逆天而亡的 这种工作 当然我是不会答应的 我跟他说 这个病要想治好 必须得接近方式 否则的话 不可能好的 他不听我的规劝 他用 他引用了一句名言 他自己的名言 他说 人生在世需尽欢 莫使金顿空对月 我在这里 因为有很多企业家 我就把这个问题 着重给大家点出来 因为老百姓有一句话 叫做男人有钱就变坏 女人变坏就有钱 这里面的坏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男女关系的混乱 现在很多人 一旦有了钱 所追求的就是性方面的享受 而他不知道 自己在享受的同时 也是在往火冲里跳 我跟这个企业家 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就引用了这句名言 他说 彭大夫 你要想让我捷径 就是捷径这个方式 比杀了我还难 因为我 剩下的话 我就不说了 总之 他就非常的 在这方面非常的向往 我说好 我说 你现在做的事情 是逆天而亡的 也就是自然规律 会约束你的 会教育你的 咱们一年之后见 我说 你这种情况 我给你直接讲 半年之后 你的脚不仅仅是凉了 就会出现发木发麻的情况 你若是再不接近方式的话 再过半年 你这只脚的局部血液循环 就会坏死 到最后的结局 就是截肢 我把这种话放到这 他一笑了之 他说 性生活与糖尿病 有什么关系 我说那好 咱们看事实吧 结果 一年之后 他给我打电话 他说 彭大夫 你所说的话 全都应验了 他说 我从 我从离开你之后 三个月 我的脚本来是凉的 已经变成麻木的了 大家都知道 这是人体的阳气 开始往回撤的表现 咱们观察生活 就会发现 小孩子的手脚 永远都是温暖的 即使到了很冷的冬天 他光着脚出去 他的手脚都是很红的 那么随着人年龄的增长 阳气越来越少 那么就会出现 这个手脚开始凉 再一步就是发麻发木 那么糖尿病人 如果出现这种 脚凉 发麻发木这种情况 说明他的阳气 已经开始往回撤了 已经血液不循环了 这时候 他说三个月之后 出现麻木的表现 再多半年之后 他比我预想的要快 他说 我这个脚 知觉 就非常的不清楚了 什么叫不清楚呢 就是 他虽然脚踩在地上 但是他感觉脚 好像离的地很远 好像垫了一层厚厚的海绵 这是什么呢 这是气血 已经通不到脚上去的一种表现 神经开始麻木 他说我现在 也就是一年之后 他留了两年 他说我现在出现了什么情况 就是我的脚的中指和无名指 这两个脚趾 任何感觉都没有 而且开始变黑 他说他很害怕 他去医院检查之后 医院的医生告诉他说 这叫糖尿病坏区 最终极的治疗方法 那就是 那就是解肢 因为他听到这个诊断之后 他是非常害怕的 他给我打电话 我在电话里告诉他说 坏区分很多种啊 有因为气质血淤的 有因为这个肾虚的 其中肾虚的坏区 是不可能治好的 因为你以前 把自己的身体消耗的太过了 怎么讲呢 就是人在他一开始 一年前有阳尾的 这种情况的时候啊 实际上就是身体给他提出警告了 说你老人家 一定得忧着自己的元气了 不要再消耗的太过了 我已经给你发出警告 结果你不听 反而吃一些壮阳药 喝所谓的壮阳酒来 使这个阳气 越发的这个消耗 那么消耗没了之后 按照古人的话讲 这叫骨髓铺 人的骨髓铺尾了 人的骨髓铺尾了之后 那么等待他的 那就是恶果 所以说这个人给我打电 打电话完了之后 我说这个病很难很难治了 即使神仙手眼在世 也很难治 这个案例啊 在这个华佛的一案里边都有记载 他说神仙在世 也无法挽救这一类的疾病 我就引用了这一句话 结果这个人最后的结局就是 把他脚的中指和无名指拘掉 所以恶报非常严重 这是其中我谈的第一个案例 那么下面我给大家汇报的 另外一种疾病呢 就是中风 中风的原因有很多 现在 用现在医学的眼状看来 中风无非就是两种 一种呢 是脑血管破裂 另外一种呢 是脑血管阻塞和症和痙攣 按照中国古代的医家的论述来讲 所谓的中风 实际上就是身体内在的火气上涌 然后导致这个上胶的这个气紊乱 然后导致那个疾病 然后用中医 古代的学说来讲 中风就是肝祸上瘾 或者是痰灼内兆 但是呢 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病因 那就是肝肾不足 我记得在2006年的时候 我做住院医的时候 我曾经一晚上送走了三个中风病人 都是死于多脏器衰竭 这三个病人的平均年龄 大家注意哈 是40岁 最年轻的是38岁 最大年龄的是42岁 一晚上走了三个 第二天呢 因为我作为医生 我在写这个死亡病程的病例汇报 我写了一上午 我一边写 我就一边想 为什么中风呈现出一种低灵化趋向 现在的我们回想七八十年代哈 那时候的中风大多数都是六七十岁 甚至八十多岁的老人家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为什么现在年轻人 三十多岁的人 中风却这么多 甚至导致死亡呢 当然不可忽视的是 现在的饮食节奏发生了变化 人们吃的好了 然后身体里面的脂肪存留增多 那么我会反问 吃的好了 脂肪存留增多了 就一定导致中风吗 我们发现生活中不是这样的 很多人也是大鱼大肉的吃 但是他没有中风 那么中风的一个 另外一个原因 用中医的眼妆看来就是 肾气不足 也叫肝肾不足 肝肾不足 这导致肝肾不足的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纵欲 下面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呢 就是我的一个出版界的好朋友 也是一个企业家 才三十二岁就中风 这个人找我探病的时候 他说 他非常 他非常 非常自信的告诉我 他说 彭大夫 我现在非常有钱 半年换三个女朋友 半年换三个女朋友 他认为这是 他值得骄傲的事情 跟我讲 我说 那你就快 那你啊 离这灾难就不远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人如果是 肾气亏虚的话 会导致一系列的恶报 在后面我会跟大家详细的展开 所谓的恶报呢 就是身体和心理 以及事业家庭 所出现的重重危机 那么这个人 是所谓的社会上的精英 也就是青年精英了 他招我探病的时候 他想让我调理一下他的身体 并进行一些合理的建议 因为现在人啊 随着这个生活水平 他对自己的这个 这个身体状况的要求 也越来越高了 那么他希望通过中医调理 把他这个身体调整到 一种平衡状态 这个人的外在表现是什么呢 两条腿啊 特别细 大家注意哈 两条腿特别细 下肢无力的人 用中医的眼光看来 大部分是属于 肝肾不足的人 这个人两条腿特别细 而且呢 走路是没有劲的 脚下没有针 把他的脉呢 也是齿脉特别沉 他的一个表现就是小便平 小便平到什么程度呢 一晚上去厕所 大约七到八次 小便非常平 这就是伤肾的一个很严重的表现啊 他找我看病说 你先帮我解决我这个小便平的问题吧 因为我需要睡眠 合理睡眠 第二天还要处理很多事情 光这样的情况呢 就会影响我的工作 我说好 但是你必须得答应我一件事情 就是吃药期间绝对不能有防止 他咬了咬牙 说好 然后我给他开了 陈士多 清朝有一个医学家 他叫陈士多的一张名方 叫做引火汤 他吃了这个方子之后 两个星期 尿就不贫了 一晚上平均起 一次到两次 非常感谢 然后他跟我说 他说 接下来我应该怎么保养身体呢 我说 接下来你的保养身体的原则非常简单 那就是 禁欲一年以上 不好意思啊 我跟大家又在说这的话题 因为这个人是严重的伤肾脑 作为医生必须在说实话 而不是说好听的话 我发现现在 很多医生为了 随顺这个病人的欲望啊 就不断的妥协 实际上这样是对他身体的一种极度的摧残 我跟他讲 至少得禁欲一年以上 而且不能够与这个 所谓的女朋友 实际上就是情妇啊 有这些不正当的性行为 这些东西对你的身体都会产生极大的损伤 我将 我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非常的不以为然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以前接待客户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就是把客户送到 晚上吃完饭之后 送到歌舞厅 还有塔拉OK 或者是一些情色 场所 让这个客人 满足他们的这个欲望 实际上 这是不仅自己往火灯里跳 也把别人推到火灯里去 我跟他讲 你这种 你如果是自己不约束自己的话 自己的这个身体会损伤 会非常严重 他不听 在我第二次见他的时候 他这个寸脉就出现一种很奇怪的现象 是什么呢 就是寸脉过寸 就是手上的这个脉象 跑到这个 小鱼记 大鱼记 这个地方来了 那么这在中医来讲 叫做什么吗 这叫做 寸脉过寸 中风可渝 就是这种现象一旦出现 可能就会中风 我就道歉他说 我说你这段时间一定要保养好干身 不要再有这些 行为了 如果是再有的话 将来中风是没跑的 因为你的这个现象已经出现了 他不听 他说 他说我这么年轻 怎么会得这种疾病呢 不要吓唬我了 我说那就看自然规律吧 因为我刚才讲的 中国人所总结的这些 就是古圣先贤 包括古丹的一家 所总结出来的这些情况 都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自然规律 你若是不想尊从的话 那可以 以身释法 完全可以 这个 这个老总 他姓孙啊 我说 这个孙总就继续地 做着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半年之后呢 我再见他 我发现 这个人 出现一种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精神极度亢奋 以至于晚上睡不着觉 因为他跟我在一起 见我的时候 还有另外一个女子在他身边 这个女子令我想起了一个词 叫做红颜祸水 这个女子长得是非常的妖艳 非常的妖艳 我们都知道古人所说的红颜 并不是指的漂亮 而是指的这个女子非常妖艳 妖艳的女人对男人有三种伤害 第一种伤害是吸引男人 把男人的这个圣经啊 给消耗掉 这是第一个伤害 第二个伤害呢 是妖艳的女人惹是生非 大家都知道 很多朝代就是因为一两个女子而毁灭的 我们离我们最近的清朝 明朝 吴三贵 冲冠一怒 魏弘颜 讲的就是这个事实 把一个朝代都得毁了 更何况一个人呢 我跟他说 这个女子对你的伤害会很重 你赶紧让他远离 否则的话 你老离这灾难就不远了 他不听 他跟我说 他说 我好不容易赚到这些钱 难道不能让我享受一下吗 我说 你这种享受 实际上是一种过分的纵欲 这对身体的损伤是很大 对你将来的视野和家庭 以至于后半生损伤都会很大 你若是现在不听的话 那就 咱们就 看事实的发展是怎么样子的 然后呢 这个 孙总呢 继续的 过着那样糜烂的生活 半年之后 现象就出现了 因为我曾经 跟他说过 我说 中医讲的这叫自然规律啊 自然规律 无论你相不相信 他都会出现 半年之后 他出现的 你的表现呢 就是中风 这种中风呢 叫做 头眼 歪斜 半身不随 就是 走路 都非常难以平衡的走路了 然后这个 嘴呢 歪到一边去 眼睛呢 闭不上 这就是典型的中风 而且他这种中风 普通人啊 如果是肝肾没有不足的普通中 中风病人 可能半年一年 走路就可以恢复 这叫中风仓妇 但是 肝肾不足的人 在座的 请记住 肝肾不足型的这种中风啊 就是肾虚型的中风啊 三年恢复不了 这个患者 这个孙总 一直到现在 三年了 走路还是不利索 说话还是连不成句 这是什么 这就是伤身所导致的恶务 他见我的时候 他中风之后 见我之后 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彭大夫 我太后悔了 没有听你的话 导致现在我这种情话 我跟他讲 我说这个 这叫做邪淫啊 邪就是邪恶的邪 淫啊 就是荒淫 无道那个淫啊 这个邪淫对身体的损伤 那简直是太严重了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一方面 邪淫可以使一个人 这个肾气损伤 导致身体的种种疾病 第二点呢 一个经常伤肾的人啊 他这个心情啊 都是浮躁的 特别容易发脾气 这个脑子呢 都是混乱的 容易做出各种各样的错误决定 这叫做 心火烫盛 肾水不足 人一旦出现这种状态 那就是离这灾难就不远了 无论你的事业 家庭 身体 都会出现种种种种的 恶果 所以说古人告诫我们说 他叫做 万恶 淫为首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一个人 一个朝代的君主 假如说荒淫的话 那么这个朝代 这个人离着毁灭就不远了 这个孙总呢 就以身施法的 在我面前演示了这个场景 他最终的结局是事业衰败 他原先是做出版业 而且做的业绩非常好 自从中风之后 事业一落千丈 以前跟他有染的这些女子 一个都不留 他自己孤零零的 在医院里边 每天护工 扶着他下床 推着轮椅 让他晒太阳 自己说话也连不成句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以身施法所导致的恶暴 所以说我刚才在那个 这个讲座里面 我提到啊 叫做红颜祸水 为什么呢 这是一 为什么得提 下面我跟大家强调一下 为什么要提这一点呢 因为现在社会 很多女子 打扮自己 实际上是往妖艳的方向去打扮 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词语 叫做性战 所谓的性战是什么呢 就是能够引起异性的兴趣 把自己打扮得越性感越暴露 以此为美 而不是以此为丑 你记住啊 对不起 请大家记住啊 就是 这是人们审美观的一种变化 而这种变化 所导致的这个结局呢 是非常严重的 一方面呢 他不仅导致离自己身边的这些男子 会 邪念重重 浮想连天 另外一方面呢 他走在打街上 对整个这个社会所导致的这个负面影响也非常大 使一个人心神无法安定下来 邪思邪见特别多 那么我们 我在临床中啊 我作为一个医生 我特别喜欢看现在社会人的这种健康状况啊 我们叫做中医来讲叫做望闻问切 因为作为医生他有一个职业病 就是见任何一个人 首先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人有哪些问题 然后通过面向身材语音就能判断出他的身体健康状态 那么我通过观察发现 现在很多人有这样几种表现啊 供大家参讨 第一个呢 现在很多人的眼神是流离不定的 游移不定 没有定力 这是表现出什么状态呢 这是说明一个人的神不专注 不清静 不稳定 神不足 精就不足 老百姓经常说精气神 精气神 一个人的精啊 就是这个圣经啊 要是不充足的话 他那眼神必定是散乱的 而且他正在别人 他与别人在对话的时候 眼神四处游走不定 没有一个定力 这就是第一个表现 这是现在很多中年人 年轻人少年人的表现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现在很多人 中年以上的人 腿脚 没有力气 走路好像拖着一个沉重的身体 这样在走 这种表现就是 神气亏虚的表现 第三点呢 就是很多 现在的青少年的脸色 是非常不好看的 什么脸色呢 就是脸色苍白 而且没有血色 走得远远 离得远远的 你会看到他脸上好像蒙着一层灰 而这层灰呢 你离得进去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的脸其实洗得很干净 但是为什么还有一层灰呢 这实际上就是说明了 他的内在的精华不足 一个人内在精华不足的话 他外在的神气是不饱满的 是非常衰败的 现在的很多 走在大街上 我们看到这些中学生 要么是脸色惨白 要么就是 那个 就像豆芽菜一样 这个身体不饱满 特别瘦弱 而且现在的国家统计说 目前我们国家青少年 所存在的问题是 耐力下降 大家注意 是这个体力分为两种 一种是爆发力 一种是耐力 这种现象就是耐力不足 无法长时期的坚持工作 这都是单身不足的 最严重的表现 其次呢 是现在社会的人 心浮气躁 做任何事情都不专注 没有一种定力 这实际上都是 肾经不足的外在表现 那么我们观察 这个整个社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因为我刚才在拍题的时候 就跟大家讲过 现在打开电视机 连上网络 走在大街上 翻开杂志 我们所遇到的 所看到的这些 不清静的 能够容易引导人们 进入这种邪恶的思想 和邪念的这种情况 非常多见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不仅使一个人 我刚才讲了 使一个人身体 都造成了这种损伤 另外一个呢 就是让这一个人 变得心情非常浮躁 我们都知道 朱乐亮有一句名言 它叫做 非但夺无以明智 非宁静 无以致远 一个人 若是心情不宁静的话 他的事业 不会做得长久和成功 一个人若是心里边 邪思邪念非常多的话 对他的家庭 对他的家人 以至于对他自己的一生 乃至于对我们的整个民族 都会造成很大的损伤 下面我就给大家分享 跟大家汇报第二点 那就是色情对当代青少年的损伤 孔老夫子 在两千多年前 论语里面曾跟大家道解过 他说年少之时 血气未定 戒之在色 什么意思呢 就是少年人 在年轻的时候 他的气血啊 就是整个身体没有发育好 他的气血是非常不稳定的 这个时候尤其需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注意 不要让他 这个思想受到这种色情和邪淫的这种东西的污染 否则的话 对他的身心都是很大的亏惨 那么我在临床中 就曾经预造过这两个案例 都是血的教训 下面我给大家汇报 第一个呢 就是我近期 两个月以前呢 在我的门诊上遇到一个少年 这个年轻人呢 今年是25岁 刚刚的大学毕业 因为我在此之前呢 写了一系列 劝导人们要保养圣经啊 要那个清静心念的这些文章 发表在网络上 他看到我写的文章之后 他就来找我看病 他说 他说彭大夫 我这点病啊 病了十年了 我都没有找到原因 经过很多医生的治疗都没有治好 花了很多钱 我自从看了你这篇文章之后 我才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眼圈都红了 他说 我以前 我在十年前 我初中的时候 我是全家人的希望 我每次考试都在全班前十年 我当时的这种状态 全家人对我的希望非常大 将来能考上名牌大学 能考上清华伟大 结果呢 在那一年 我接触了一个 我的朋友啊 就是 他说 我的有一个同学 把我带到他家里面 去看了一盘黄色录像 从此之后 我就染上了一个 非常不好的习惯 手淫 这个习惯 伴随了我十年 从此之后 自从染上这个恶习之后啊 他的脑力 体力 极度下降 他染上这个手淫 半年之后 学习成绩 遗落千丈 为什么呢 因为按照中医的理念来讲 肾 竹骨 生髓 竹长于脑 肾者 坐墙之端 技巧出焰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人 肾气若足的话 他有两种 脑力 有两种的体现 一种是记忆力 一种是思考能力 一个人 肾气足的话 他的记忆力就强 思考能力就强 他的学习成绩 一定会好 现在的教育 刚才各位老师都讲了 实际上是技能培训 而不是真正的教育 所谓技能培训呢 首先就是你要把这个知识 掌握 必须要靠你的理解力和记忆力 假如一个人 肾气 脑力不足的话 他的理解力和记忆力 都会下降 那个小可 就是找我胎病的这个少年 他说 我当时染上这个坏习惯之后 我就发现自己的脑子好像空了 木了一样 上课的时候老师在那讲 我就好像是 就在演电影一样 我就脑子一点都不跟着活动 而且记忆力极度下降 做题做不出来 这是他的第一个表现 这是半年之后 第二个表现就是 本来这个小可呢 是当那个学校的足球队的队长 他的体力非常好 满场好 大家都知道足球必须的体力好 他的体力非常好 跑步速度非常快 然后呢耐力特别强 自从染上这个手淫的恶习之后 半年之后 他的体力急剧衰败 稍微一动 身体就气喘吁吁 大汗淋漓 这是什么表现 这是一个人阳气不足的一个最严重的表现 我们反观 现在很多年轻人稍微一活动 大汗淋漓 身体没有耐力 气喘吁吁 实际上都与伤经有很大的联系 那么这个少年就跟我叙述 他说 我出现这两种表现之后 我的心情非常的沮丧 也不想跟别人交往了 也不想跟周围同学啊老师这样交往 自己一个人关到屋子里面 谁都不想接触 那么 家里人呢 以为我有这个心理上的疾病呢 就给我去找一些医生 心理医生进行疏导 他说 很多心理医生给我疏导完毕之后呢 我当时感觉心情很舒畅 很舒畅 但是很快 这个心情又郁闷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因为 这个 这种情况 按照皇帝内经的说法 叫做 独 闭户 色忧而出 独就是单独 闭户就是闭上门户 色忧就是关上窗户 就是形容一个人 待在一个小房间里边 把这个窗户 还有门都关好 一个人独处 这种情况出现在什么样的人身上呢 出现在 威气不足 圣经打摔的这种 人身上 那么这个少年呢 半年之后 他就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心理问题 大家注意啊 不仅仅是心理问题 是生理问题导致的心理问题 假如不把他的肾经不足 让他借出邪淫的话 他这个身体永远 他这个心理永远是处于一种阴暗的状态 按照古人的话讲 这叫做阳气不足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很多人啊 就是有过这方面经验的人 都会有这种体验 就是 假如说你的肾气不足 前一天晚上防尸之后 第二天可能就会 原来的制定的计划 就不想去做了 然后本来心胸里边 愁愁满志的这种豪情呢 就没有了 本来第二天想写论文啊 想进行深入思考啊 也无法深入思考 为什么 是因为一个人的肾经不足 阳气大衰 就会出现这种执行力下降 身体就会出现这种表现 而不仅仅是心理的问题 那么 他就跟我描述他这种情况啊 这是第三的表现 第四的表现呢 是心情非常烦躁 非常烦躁 他说我坐在书桌前 看书 心里面好像长草一样 根本看不进去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 因为按照中医理论 一个人渗水不足的话 心火就烫生 心火一烫生 他坐在那儿 当然做不下去 没有定力 那么他出现这四种表现呢 因为他的父母也不知道他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相信现在在座的很多企业家也是为人父母 我刚才讲的这个案例呢 实际上就得大家一个警醒 你们回去之后一定要看好自己的小孩 不要让他染上这些恶习 我继续把这个小可的这些案例讲完 这个孩子在初三的时候染上这个恶习 一共十年 他都不知道自己问题出在哪里 一直到我 他在网上看到我写这篇文章之后 他才泛然悔悟 来到诊所找我看病 因为他当时的心情非常激动 我说不要激动啊 这个病是可以治好的 你还年轻 首先你得有自信心 把自己的这个坏习惯改掉 第二的呢 我给你帮忙 我会告诉你怎么样不慎 给你太重要 第三方面呢 是一定要孝顺父母 因为只有孝顺父母啊 这个人心情才是最通畅的 心情一通畅 身体的阳气就足 所以说古人曾经说过 他说万恶您为首 百善孝为先 大家在座的每个人手里都发了一个 蓝颜色的小瓶子啊 大家请拿起这个小瓶子 就是大会给大家发的这小瓶子 上面写着一段词语 他说 他说身体放肤 受之父母 不然会伤 如果一个人 把自己的身体毁伤了 说明这个人不孝顺 反过来 一个人要想对父母孝顺 首先就是要让自己的身心保持一种健康的状态 而不要让父母操心 这个小瓶十年了 一直让他的父母非常操心 带着他四处求医 没有结果 我跟这个孩子讲完之后 他也是非常的感动 我说 我给你看病是不要钱的 我一诊 你把这药方拿走 随处哪家药店都可以抓 吃了这药方 然后再配合我刚才讲的这些药点 第一个是借出邪淫 第二个呢 就是孝顺父母 你的病肯定能好的 结果他按照我说的做 两个月之后 他给我发短信说 现在我的腰已经不疼了 然后脑力开始恢复 开始有精气神了 做那个工作呢 也是非常的那个有信心了 这就是 这是说明什么问题 这说明按照中医的理念 身心是不二的 身体跟心理是互动的 身体出了问题 就会导致心理的问题 反过来 一个人心理出了问题的话 身体照样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 所以古人曾经说过 他说相由心生 相就是一个人的外在表象 心呢 就是我们的内心 相不仅仅是指的这个人的面相 身体的种种表现 包括疾病的现象都属于相 一个人相不好 实际上就是反映着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不是非常的健康 那么所以说中医实际上是治人的 不是治病的 因为病是长在人身上 一个人 只有他身心双重健康了之后 身体才可能恢复 才可能健康 那么我跟这个小可呢 就给他进行治疗 把这个他十多年的问题解决 而且他的父母也非常感动 对我表示感谢 那么在这里呢 我跟大家还要引申出一个话题 就是小可所出现的现象 目前咱们国内出现的非常多 这种现象叫什么呢 叫做都市淫者 都市就是大都市的都市 淫者是什么 淫是哪个淫呢 就是隐士 隐藏的你 者就是知乎者也的者 现在很多青少年 出现了这种情况 就是待在家里面 也不想工作 也不想学习 也不想交往 一个人闷到屋子里面 跟这个过着什么样生活呢 就是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生活 叫做腾老族 这种人群在目前的这个东南亚 就是东亚有一个岛国出现的非常多 我不提那个国家的名字 这个国家在三四十年代的时候 引入了西方性解放的思潮 而这个国家所生产的色情的装盘和色情的书籍 是在整个亚洲排名第一的 这个国家恶暴出现的非常快 什么快呢 就是在这个国家 有百分之一的人口 出现了都市淫者这种情况 都市淫者 我刚才跟大家描述了 就是丧失了工作 生活 学习的能力 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边 过着 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生活 这按照中医来讲 就是废人 这个人 再往下去发展 是没有救的 这种人口 在这个国家是百分之一 换句话说 那个国家有一百万的青少年 处于这种状态 咱们国家 在东南沿海和大中城市 也都出现这种苗头 在台湾 在韩国 这种情况也非常多见 这说明什么问题 这实际上就是说明色情 对青少年的损伤 是非常严重的 以至于保治了这些 烂把气糟的这些 自古以来都不多见的情况 在现代社会 这么多见 因为 因为古人曾经说过 说一个人 若是肾气不足的话 这将来的一生 就不会有太大的作为 为什么呢 因为 按照中医理论 是肾 受那五脏六腑之精华 而储藏 也就是说 这个人们的肾气 就像这个银行一样 他把身体里边的这些五脏六腑的精华 都储藏在这个保险柜里面去 然后供养 供你呢 这个医生去应用它 去做事业 去那个服务于社会 假如你把这个保险柜里面的存款 极度的往外提取的话 这个人的生命质量就会下降的非常的快 也就是出现早摔这种情况 下面呢 我就跟大家念一封 有一个患者给我来写的信 他这封信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就说明了我刚才讲的 如果是过度的受盈 过早的受盈 对青少年产生的影响 这种影响就是早摔 下面我跟大家大体念一下 他说 彭博士你好 我想反映一下我自己的伤经历史 伤经就是伤身 这个守盈的历史 希望对持有守盈无害论的人们一个警示 他说 我十一岁的时候染上守盈 然后射经 迅速的沉迷其快染当中无法自拔 最多一天射经四次 持续八年之久 八年 八年之久 他给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是十九岁 他出现什么情况呢 第一个是 骨头痛 全身的骨节疼痛 大家都知道 肾足骨生死 这个肾气不足的话 骨骼就非常的 不饱满 容易疼痛 他说 十八岁的人 身高相貌体重 和一个小学生一样 皮肤黑 牙齿透 头里边有腥臭味 听力差 智力 记忆力 更是差得无法说 这是他第一个表现 第二个表现是 梦多 一天晚上做梦三次 睡眠质量极度降低 第三个是 全身骨骼细小 酸厚 软弱 无法长久的站立 十五分钟以上 第四个是 大脑经常悬晕 稍微一转圈 就晕得要命 想吐 头脑迷糊 有空虚感 经常的嗡嗡作响 第五点是 思考力 理解力和记忆力 极度下降 现在复显在家 无法继续工作和学习 第六点是 手经常抖 手抖是说明什么 是干不足 干风内抖 第六 第七点是 驼背 右肾酸透 整肋脊柱直不起来 第八点是 眼睛突出 第十 第九点是 头发 胶枯 稀疏 我念完这些表现之后 大家很快的联想到一个场景 那就是一个八十多岁老人的表现 结果出现在这个十八岁的少年身上 这个少年在上一个星期的周末 从家乡 他父母领着他来我的诊所 探病 一见到这个孩子 他所说的这些情况 所有的情况都表现出来 而且就像一个早摔的小老头 大家注意哈 这就是伤经的果报 也就是现在很多青少年实际上在网吧里 在电脑上 在电视里 他们在学校里面所议论的话题 与这都有关系 那么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青少年的损伤 希望引起各位在座的为人父母的企业家们 老师们引起重视 第二点呢 就是我给大家汇报一下 我自己身边发生的故事 那就是我的一个初中同学 他所表现的是什么呢 他所表现的 用四个字来形容 叫做以丑为美 我们在同学聚会的时候 那是前年的寒假 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 他跟我说 他说 他当着很多人的面 他说 同心你是学中医的 你给我爸爸卖 看我身体是不是特别健康 我还没把他卖 他就说 我现在的性欲很旺盛 身体很好 说明我身体很好 你试一下 我一试他的卖 我心里边暗自嘀咕 我说恰恰相反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肾卖是非常亏须的 这种亏须是什么表现 就像一盏油灯 在油快要没有的时候 那个火苗是最旺的 他现在就处于这种状态 我说你这个肾气已经亏的不行了 你要不然 要是不把这个问题谨慎的话 将来会出现种种的恶爆 身体会出现种种的情况 我是私下里跟他讲的 他不相信 他说 我这身体很好 而且我很年轻 以此为荣 经常换女朋友 这样子 我说你必须得注意这件事情 否则的话身体是不会复原的 而且将来的灾难也不远 因为这个 按照中医来讲 中医理念有一个叫做虚则炕 就是一个人真正虚弱了之后 他才会亢奋 一个人真正充实的时候 他是不亢奋的 永远是稳定的 所以按照 所以古人有一句话 他叫做 经满不思欲 就是一个人真正的精力充沛 这个肾气非常足 肾经很充足的时候 他那个欲望是很低的 那么反过来 经虚的话 欲望就重 我说你现在的这种情况 顶多维持半年 半年之后 你会出现各种各样身体的表现 他不听 结果第二年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 他坐在那里 整个人像蔫了一样 冬天 在一个屋子里面 我们一起吃饭 他还戴着帽子 然后谁都不想 他谁都不想接触 也不想跟大家说话了 那种没非色物的神情 完全丧失 我们周围同学就小伤告诉我 他说 彭吉亚 那个 咱们那个鲁同学 他姓鲁啊 鲁同学的半年之前 那个头发脱没了 光头了 男生 这是男生 头发脱没了 然后呢 骨折过两次 而他这种骨折呢 都是跟别人 就是骑自行车 不小心一碰就骨折了 然后我就想 我说 按照中医理论啊 这个 人的肾气 在哪方面表现出来 就是在头发上 中医有句话叫做 肾之滑在发 也就是肾的精华 体现在头发上 这个人 肾气若不足的话 头发就会脱落 胶裤 没有光泽 这是第一点啊 第二点是什么呢 就是 肾气表现在这个骨折上 假如一个人骨折很坚硬 很饱满 很那个 有劲的话 筋骨很强壮的话 说明他的肾气很足 假说这个人 经常骨折 动不动就 那个 这个出现 这个筋骨上面的 损伤的话 说明他肾气不足 因为肾 肚骨生髓 这个骨折不强壮 不饱满 就说明他肾气不足 所以说 这个同学 两年之内 一年之内 出现了两次的骨折现象 这都是 非常少见的 在年轻人来讲 年轻人应该稍微一碰 不会出现这样 或那样的骨折 结果他出现的很频繁 所以说 我就联想到 这个 在这个宋明啊 有一个 在唐朝啊 有一个传说中的神仙 实际上也是真人 这个神仙叫做吕洞宾 吕洞宾 外号叫做吕传阳 他曾经写了一首诗 他劝导世人不要邪淫啊 这首诗怎么写的呢 他说 二八家人 体四苏 就是二八家人 就是 十六岁的少女啊 身体非常的好 娇好 腰间 杖剑 斩完肤 虽步 教君 人头落 爱地 使人 骨髓 酷 说白了是什么呢 就是 二八家人 一个非常 娇好的少女 看上去很好 他不把你的人头 坍下来 但是去暗地里 把你的这个肾经啊 骨髓啊 消耗干 那么我们观察生活 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有一些人啊 身体外形看着很肥胖 但是放在秤上一秤呢 他的体重却特别轻 这是一种 第二种呢 是一个人外在体型 看着不是很胖 不是很很胖 很强壮 不肥胖 他放在秤上呢 一秤却特别沉 大家注意 这个身体外在胖 然后重量轻的这些人呢 实际上就是 内在的这个骨得的气 不充足 也就是骨密度降低 骨质疏松 这实际上就是伤肾的一种表现 在现在流行的一个养生里面呢 叫做补债 大家都知道啊 补债 天天广告就说 吃什么债片 吃这那那的 补债 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们一家人都吃一锅饭 都吃同样的菜 为什么你缺债 别人不缺债 不是因为 饭里边没有债离子 没有这个债的这个元素 而是因为你身体根本藏不住这种债质 我们都知道 一个人骨得 骨密度增强的时候 肾气足的时候 他这个骨得是非常充盛的 而且骨密度也是增高的 债质增多 假如说 一个人 肾气不足 你即使给他吃上一吨的债片 他都不会把这个债给封藏到身体里面去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明 中医的理念啊 不仅仅是考虑到物质这个层面 中医的理念还考虑到能量和信息这个层面 我们都知道 现在科学家 就是现在的物理学前沿 已经认识到 我们整个世界的组成 就是物质 能量 信息 三个方面 而现在的医学呢 大部分考虑的都是物质 在能量和信息考虑的不多 但是中医学恰恰就是把物质 能量信息 统在一起考虑 中医用一个字来形容 就叫做气 这个气 把这三个方面的内涵都包含进来 那么我 我的那个同学 我跟我的同学说 我说这个一个人 肾气不足的话 他这种骨折就容易 骨折就容易骨密度增减低 然后就容易骨质疏松 这个同学 他的表现就是一年当中骨折两次 那么这就体现身气衰败 而且头发脱光 头发脱光 所以说他戴着帽子 那么按照中医的望证 因为我们作为职业医生 也非常喜欢看这个人的气色 他的气色是透露出一种什么感觉来 大家注意 脸色苍白 而且灰 发暗 两个眼圈呢 特别的黑 这是什么呢 这是肾 已经开 肾的本葬已经开始衰败了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保证在两年之内 就会出现肾衰 肾炎 透析这些恶暴 就会出现这种表现 这在五代的一案里边层出不穷 我们都知道 袁世凯是怎么死的 是找了多少姨太太 到最后把她的身体给逃须了 肾气一须 袁世凯是死于尿毒症 大家知道吗 尿毒症肾气极度衰败 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 我当时 当时说这番话是在我自己内心当中想 这个同学在一年之后 肾气不足 然后因为肾病而住院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中国老祖宗的教导 实际上是让你的身心变得安稳 假如说你不按照这个自然规律来做的话 恶暴就会不断 那么这种不断呢 有时候直接体现在你的身体上 而且这种速度呢 却是非常快的 中国古圣先贤有一句话的教诲 它叫做天道或赢最速 天道就是上天的这个道 就是自然规律 天道实际上就是自然规律 或赢 或呢就是灾祸 让这个邪淫的人呢 出现灾祸 这种速度是最快的 实际上我们学传统文化 我们知道 祸福无门 为人自招 所谓的祸和福 并不是老天给你安排的 而是你自己担招来的 这种担招实际上就是你 错误的思想行为做法 所导致的结果呢 就是不良的身体心理状态 以及事业家庭的重重损伤 那么我刚才讲的这一系列案例呢 恰恰就印证了古圣新型的教诲 叫做天道获淫罪述 所以说我们反观现在的影视剧 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这种媒体上的宣传 宣传在宣传什么呢 在宣传 邪淫 倡导大家对这个色情感兴趣 以什么作为表现呢 以这种暴露的图片和暧昧的文字 以及露骨的尽头作为表现 让人们的内心不平静 那么产生的这些外在的表现 那么我们都知道了 现在的青少年 尤其是80后 甚至是90后这一代人 是吃着什么长大 是吃着激素长大 激素啊 大家注意 现在的肉类的 鸡肉鸡鸭鱼肉这些牛奶 这里面的激素含量非常高 所以说前几天 我收到北京市的一个统计的数字 他统计说 现在的女生来月经的时间 是平均是9.2岁 9岁的女生来月经 以前在30年前 中国人的平均来月经时间是12岁 那个时候是正常的 现在的这个时候是不正常的 是非常不自然的 不自然的状态 用中医的眼妆看来 那就是病态 现在的孩子是被激素催熟的 这是内在的问题啊 身体迅速的发育 内在的荷尔蒙增多 那么外在环境是什么呢 外在环境是放眼望去 满目疮痍 什么意思呢 我们放眼看看这个社会上所宣扬的 甚至是国家的一流媒体 主要的电视台所宣传的 所播放的那些电视剧 广告 还有一些所谓的新闻 画边新闻 都在宣扬这件事情 使得这些青少年内在的这个身体处于一种向火望共的状态 那么外在呢 又是这种诱惑这么多 于是还有一种误导是什么呢 就是教材 在青春期教育里边明确的写 手淫无害健康 于是这三方面加在一起 就导致现在的青少年 我们走在大街上就会发现 很多人是属于气血不足的这种表现 我曾经看过六七十年代 那个时候的人们青少年的那种红包满面的情况 现在在现在这一代年轻人里面 已经荡然无存了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 对于我们整个民族来讲 都是一种很严重的问题 社会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那么下面呢 我就跟大家纠正一个误区 就是手淫无害健康 这在几乎每一本教车书 青少年的健康教育里边都这么写 它的理论根据是什么呢 他说这个男性手淫所射出来的精液里面 是什么成分呢 是蛋白质核糖核酸碳水化合物 经过分析 然后呢 这些营养成分呢 跟一杯牛奶的营养成分是近似的 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 他说 一次手淫射精之后 用一杯牛奶或者吃一个鸡蛋 就可以补充回来 我们按照这个逻辑来想 好像是没有问题 但是实际上问题非常多 为什么呢 大家注意 他这个西方的这个理念里面 他只注重分解 分解后的营养成分 他没有注重合成 我打的比方 我们在座的每个人啊 可能今天或者明天都会手里面拿到一张光盘 那就是和谐拯救危机 光盘 一个光盘里面所含的信息是很丰富的 把这张光盘打碎 敲碎 然后分析它的化学成分 你会发现 这张光盘的化学成分 跟一个被人扔了的一次性饭盒的化学成分 是一样的 但是一张光盘 充满各种信息的光盘 跟一个破旧的一次性饭盒的价值 能同等吗 肯定不能 那么反过来我们问 男人一次射的精吗 他可以制造出下一代啊 他所传承的这个精子精业里面 所传承的各种各样的生命信息 都是极度的浓缩和汇聚的 精业 男射的精可以传宗接代 反问 牛奶可以吗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说 这种理念实际上是非常错误的 古人曾经说了 他说 一滴精十滴血 他说的是什么道理呢 他说 人体啊 吃了这么多营养 合成一滴精的这个精华 所消耗的你的身体的元气 跟合成实滴血所消耗的元气和能量是同等的 他的意思并不是说 一滴精液跟实滴血的滑血成分 做是等价的 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 现在的很多西医和现代医学工作者 实际上是对中国古人 对中国古圣先贤的医学著作的一种悟读 悟就是错误的悟 读就是阅读的读 是对他们的这种古圣先贤教育的错误的理解 那么他们认为古人说的没有任何道理 于是就进行批驳 甚至在教科书里边也这样讲 那么我的这些临床案例 恰恰就印证了 这种说法是非常错误的 是破罗殃民的 我们都知道 在日耳曼民族要想征服全世界的时候 那个民族的这个统治者曾经制定了一个规矩 就是所有的男子青少年在睡觉的时候 必须要把手放到被子外面 不能有这种歇吟的行为 因为他知道要想强国强种 只有从戒歇吟开始 一个男人若是神经不足的话 他将来的这个事业家庭 以及整个人生都会非常的凄惨 那么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是一个专门从事警犬培训的这个好朋友 他就跟我举了一个例子 在这里提供给大家有作为参考 什么例子呢 他发现警犬 嗅觉很灵敏 警犬 警犬在进行一次交配之后 他的嗅觉的灵敏度降低一半 大家注意警犬在三次交配之后 直接靠台 没有破坏能力 人也是这样 我们都知道 全世界这个人的智商啊 跟这个就是人的智商 民族这个每一个民族的这个智商 跟他的这个性方面的严谨程度 是成正比的 我们都知道全世界智商最高的是犹太人 犹太人里面智商最高的是德系犹太人 他的平均智商在130以上 这个民族有着极其严谨的性禁忌 非常严谨 在西方叫做处女情节 就是对这个男女性方面是非常严格的 不能乱来的 那么反过来呢 智商最低的民族是中非和南非的这些部落民族 在这个部落民族那个男女的性呢 是非常泛滥非常开放的 平均智商是54 大家注意啊 这实际上就是 一个文明程度 以及身体状况 以及智力状况的一种最直接的体现 我们古人啊 经常形容一个人说是富贵啊 贵指的是什么呢 古人说叫做厚者富 轻者贵 厚指的是什么 就是指的一个人非常厚道 有包容心 这种人是富的 有财富的 什么样的人贵呢 贵就是指的一个人轻 轻指的是什么 就是头脑身心特别清净 只有身心清净的时候 你做事情才会周密 考虑问题才会周全 做事情才有定力 然后你的思维能力 以及同考全局的能力才会增强 这种人在社会上地位是高的 所以说地位高就是贵嘛 富贵代表的就是清酌啊 所以说这个头脑越清 越清净的人啊 我们看这个整个世界啊 放眼望去 越清净的这个民族 他那个社会地位就高 越不清净 越浑浊的这些民族 他那社会地位就低 而且 处于一种落后的 原始的状态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我们中国 古圣先贤 老古宫给我们留下来的 这些宝贵的财富 都非常的有这个价值 而且是经得起时代和民族的检验 那么我跟大家汇报的 汇报的这些题目呢 就是把青少年伤经也给讲完了 下面我跟大家再讲一个话题 那就是女人伤经会导致什么样的恶报 我刚才讲了 因为在座的80%的是男同胞 我刚才重点是讲的男性的伤经 那么女性伤经一共分为四点 对身体的损伤也非常严重 首先就是女人受淫 对肾也是有损伤的 这种损伤呢 实际上最直接的外在体现 那就是毁容 我在临床中 试过好多这样的女孩子 她在 因为她当时不好意思说 她在给我的信众 她说她从很小的时候 接触这些色情的这些文学 就开始染上这个恶心 结果她的一个外在表现是什么呢 头发大片大片的脱落 脸上长挫疮 我们都知道女人是很暧昧的 脸上长挫疮 是非常 对她自己的这个自信心 是非常打击的 而这种女人的 就肾气不足的女人 长得挫疮 有这么几个典型的表现 第一个 集中在下颗周围 因为下颗代表的是肾 集中在这儿 第二点 这个挫疮的这个深度很深 是暗床 就是根儿特别深 然后颜色是毁暗的 再有一个是脸色青黄 尤其是从这个扇灯 也就是从印堂这些地方 到这个嘴周围 全是青黄青黄 一旦出现这种表现 那就是女人上肾 肾气亏须 这种挫疮 是非常非常难知的 这对女人来讲 就属于毁容 所以说 而女人呢 最喜欢 最在意的 实际上就是自己的容貌 而她所做的这个 伤经的事情呢 恰恰就是对自己容貌的 极大的损伤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女人这个 第二点呢 实际上就是 女性是属于一种被动状态 尤其在现在这个社会 是男人站主导的 这个社会 对不起 不是男人站主导 实际上女人也很重要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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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个社会呢 实际上男人是主动的 很多女性是被动的 那么被动呢 就造成一种恶果是什么呢 就是堕胎 很多女孩子 堕胎 所导致的复刻病非常多 我在临床中所遇到的 25岁到35岁 这个年龄段 也就是80后70末 这段时间出生的这个群体 找我看复刻病的80% 都有过堕胎的历史 而且凡是有过堕胎的 这种情况的 女孩子的复刻病 都是非常非常难治的 按照现在医学统计 他们认为 这个女人 堕一次胎 就会降低 25%的生育能力 换句话说 堕四次胎啊 堕四次胎 留四次胎啊 她这个生育能力 几乎降到零 所以说我们放眼望去 现在很多女孩子 很多女孩子 怀着怀着孕就 流产 滑胎 然后 胎死 腹中 这是什么原因 这实际上就是她自己对 自己这个生命 以前不负责任 以前 有过堕胎的历史 就非常容易产生这种情况 这就是不孕不育的最正本的原因 这就是堕胎的损伤 那么 再接下来呢 就是 现在很多女孩子为了吸引男性啊 把自己的 能暴露的地方全都暴露出来了 尤其是夏天 很多女孩穿着这种吊袋 就是把这个后背暴露在外面 然后穿着短裙 把这个肚琴 还有后腰命门啊 这个重要血尾都暴露在外面 甚至到了冬天还穿着 短裙穿着丝袜 然后穿着那个 招着鞋 把这个整着这两条腿 全都暴露在冷风当中 这叫美丽动人嘛 是不是 那么 这些 表现 实际上对他自身的损伤是很严重的 我们都知道 他之所以穿成这样 实际上无非就是想吸引异性 想表达所谓自己的美 所谓的美女 所谓的性战 都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 那么他不知道 在表现自己的同时 实际上对自己的身体损伤 也是非常严重的 什么言 为什么这样讲呢 我跟大家举几个案例 曾经有一个女孩子 她跟我说 她说 我特别容易感冒 经常咳嗽 我就跟她说 我说 你是不是以前经常穿这个 暴露出这个后背的服装 她说是啊 大家都这样穿 我说你注意 穿这种服装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是夏天 夏天的时候 人体的阳气往外散 全身的汗毛孔打开 你这个时候穿这种服装 在烈日炎炎下没有问题 你一旦进入 现在的屋子里面都有空调 一旦进入有空调的房间 那个寒气长驱直路 它从哪入的呢 从这个 那个后背的大锥穴 大就是大小的大 锥呢 就是锥子的锥 那个用木子边 大锥穴 从这个大锥穴 一下子就进入你的身体 直接损伤肺气 你的人肺气一不足 将来就百病重生 特别容易感冒 这是她第一点 这是穿吊袋 对身体的损伤 第二点呢 就是穿这个低腰裤 把这个 我们中医所认为 宝贵的丹田 还有后面宝贵的这个命门 这两个大穴 暴露在外面 所得到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不孕不育 也叫子宫寒 我们都知道 所谓子宫啊 就是胎儿所住的这个房间啊 叫做子宫嘛 胎儿在娘胎里面嘛 对吧 他住的处所就是孩子的宫殿 叫做子宫 假如说这个屋子又寒冷又潮湿 又寒冷又潮湿的话 这个孩子住在里面是非常难受的 是住不下去的 那么呢 就会导致这个子宫寒这种表现 将来呢 就会出现一种 呃 反应 那就是胎死腹中 我们观察 现在有很多女性 怀孕三个月 四个月 甚至到了六个月 七个月的时候 都会出现小产 为什么 因为这个子宫寒气很重 气质血鱼所导致的 第三个呢 就是短裙 短裙所导致的就是下肢暴露在外面 让寒冷的空气一吹 然后这些经络 同时受到壁祖 最重要的是单经和肾经壁祖 单肾主女子的包公 这个两个经络一壁祖将来得的病 也是富特疾病 比如说 子宫肌瘤 富贱炎 这一类的疾病 那么还有一个 什么疾病呢 就是将来过了四十五岁之后 就会出现风湿 泪风湿这种情况 我们我在2003年的时候 曾经带过一个从欧洲过来的访问团 访问我国的这个针灸 他学这个针灸学术 我给他们当翻译 在这过程当中 他们观察我国的这个老百姓 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家 我们针灸完之后 他自己从床上下来 然后自己弯腰系鞋带 那个访问团的这个领队 他就问我说 他说这个老人家多大岁数 我说八十三了 他说他表示很惊讶 他说在我们国家 八十三岁的老人 都是推着轮椅的 你知道吧 结果到了这儿 我们却发现很多中国的老太太 不需要轮椅 而且人家走路走的也非常稳健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老祖宗 给我们留下来的都是宝贵的精华 我们若遵从的话 身体就会出现 自然而然出现这种健康的表现 而西方呢 他们很年轻的时候穿短裙 然后受这个冷风吹 过了四十五岁 这个腿脚就不利索 然后将来就会得到风湿泪 风湿这样的疾病 最后一点 女性伤经 我必须要强调一点 就是女性如果赖性的话 也就是说有一个女人 有很多男朋友的话 这对于自己来讲 无异于是一种自杀性行为 因为古人有一句话 他叫做三精成一毒 专伤不截女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三的男人的精液混在一起 就是一种极其毒性非常严重的毒药 专门伤害那些 在男女关系上不清静 不干净的女人 伤到什么程度呢 这种女人会得一种病 在古代来讲叫做产回头 产就是生产的产 回头就是回头的回头 叫做产回头 产回头 用现在的话讲 就是子宫颈癌 这在现在科学都有印证 在美国的一个监狱里面 医生去做这个调查 他发现 从事妓女工作的女性 所得的子宫颈癌的比率 比其他职业的女性要高五倍 高五倍 而我自己呢 在这个学艺过程当中 我在医院里面实习的时候 我在那家医院旁边 就有一些蔓延小姐 这个聚集的地方 他们来复课 当时我在复课 那个实习 他们来复课谈病 这些女孩子 80%的都有一种疾病 就是宫颈弥烂 子宫颈弥烂 子宫颈弥烂下一步发展 那就是子宫颈癌 癌变的可能性非常大 在这个行业里面 所得的病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么 这实际上就是不遵从 古圣先贤的教诲 把这个身体给损伤了的一种表现 我们都 我本身是学中医的 我跟大家下面再分享一个话题 是什么呢 就是中医跟西医的这种区别 我们到底应该听谁 现在很多西方人 所谓的性学家 也就认为 这个男女的性啊 实际上对身体没有损伤 对这个男人 过渡的这些性 都没有任何问题 这是他们的观点 但是中国古人自古以来 就不这样认为 中国人认为 人要适应天地自然之道 一个在孙思苗千金方里边 他曾经说落 他说一个人啊 男人正常的人啊 三十岁的时候是八天一次访试 那么四十岁的时候呢 是十六天一次 那么五十岁的时候呢 是二十天一次 那么过了六十岁呢 就应该必经 就应该不要再有这个性行为了 除非他说 这是健常人 那么病人呢 更应该遵守这个规矩 更应该清净自己的身心 这是古人所总结的 真正的自然规律 那么我们反观 现在社会呢 很多人不是 很多人三十岁 不是八天一次 他是一天八次 他把这个身体损伤的 不能再损伤了 那么所导致的这些恶报呢 就非常多 我在临床中会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一个三十岁的人拥有的脉象呢 他的脉象啊 却是六十岁的脉象 早衰啊 这种情况非常非常多 那么这实际上就是违背了古圣先贤的教诲 我们都知道 中国中医这种理念是传承了五千年的 这种经验和教诲 而且五千年来在大问题上 尤其是在这个保养身体方面 没有什么变化 它是很稳定的 那么西方呢 西方的很多理念呢 我们都知道 西方他以推翻自己作为进步 他是五年 现在的教诲书五年就换一次 五年就把五年前的内容就得推翻了 我们都知道 以前西医认为 人只要一扁桃体发言 就建议小孩把这扁桃体割掉嘛 对吧 切掉 现在人还提倡吗 现在医学 他们说研究认为 这个扁桃体有很好的免疫功能 不能随便切除 那么试问 二十年前被切除的那帮孩子 谁负责 这是第一的 第二的呢 以前有一个国家 他那些小孩子出生了之后 就把蓝尾给切掉 为什么 他认为蓝尾没用 但是现代医学又研究认为 蓝尾有用 因为蓝尾是很多 淋巴细胞成熟的地方 它对人体的免疫力 免疫力增强很有作用 那么试问 在二十年前被切蓝尾的这帮小孩子 谁来负责 我们在这些对比中就会发现了 西医是在摸爬滚打中 摸着石头过河的这种情况下 度过的 然后呢 他的这些建议 你们敢听吗 他就像什么呢 他就像一个跌跌撞撞的青少年 在摸爬滚打当中 他还跟你说 过来我给你说一下 我的人生经验 然后中医呢 不是 中医是五千年来没有变了 大家注意 五千年来没有变 印证了哪个道理呢 他经得起 人们时间 这双重的讨厌 是非常有价值的 而这种价值呢 老祖宗把它写到医书里边 写到古圣先贤的教诲里边 遗留给我们子孙 我们却不重视 甚至嗤之以鼻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我们 作为子孙 作为华夏儿女 是非常对不起祖先的 所以说 我今天汇报的题目呢 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 那么 中 在《黄帝内经》里面 曾经说过 他说 甜旦虚无 真气从之 精神内守 病安从来 他又说 他说 世欲不能牢其木 淫邪不能祸其心 春秋节度 百岁而动作不衰 什么问题 什么意思呢 就是 人们不要为这个 外在的这个色欲啊 还有各种欲望所迷惑 淫邪啊 自己内心啊 不要为这些肮脏的事情所污染 这样的话 一个人身心才能健康 将来他活到一百岁 动作都不会衰败 都会很敏捷 很灵敏 这实际上才是人 人们正常的身心状态 那么我们作为中国人呢 有责任和有使命来继承 中国老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些 宝贵的教诲和传承 所谓的 为天地立心 为声明立命 为往盛纪绝学 为万事开太平 在这里我的汇报完毕 谢谢 下面 如果是有问题的同学或者老师 领导们 请提问 我问你问题 就是在这一两年以后 大概是有一些电视台曾经组织了一次 关于科学家和老中医的 好像是对谈 有的科学家他讲的票去消灭 可以不可以告诉大家 那个老中医之所以他没有赢到那次论坛 他缺乏了什么 好 谢谢老师 好 谢谢 刘老师的提问 您的问题非常重要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中医在那个论坛上没有获胜 为什么很多人说要取消中医 首先我们作为 我作为中医人应该反省 首先是我们中医人做的不好 我们都知道在解放前啊 解放前的时候 我们全国的中医是八十万 八十万 解放后 刚刚解放的时候 中医的队伍是六十万 而现在的中医队伍呢 是多少 是三十万 这三十万里面呢 有百分之八十的是被西化的中医 就是真正中国传统的治疗方法和医术 没有传承 在中医院里面 他们实际上也是在做着西医的事情 而中医的这个根本呢 被丢失的非常的多 那么这是我们整个中医队伍里面所面临的问题 之所以有人 他对这个中医提出种种的质疑 实际上 你仔细看他的提问 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 就是不了解中医 就是不了解中医 为什么这么讲呢 东南大学那个提出取消中医的那个倡议人啊 他自己是学理工的 那么在他的自己的人生经历中呢 他遭遇到好多所谓中医队伍当中 庸医的治疗 给他遗误了病情 于是呢 他把这种一腔的怨恨呢 就发泄到整个中医队伍里面来了 那么就倡导取消中医 我们都知道 他这种做法 有用于一句话来形容 叫做以偏戴权 你不能因为一两个人的过失 否定了整个队伍 我们都知道 我们在座的有很多企业家 都是精英 在这里面呢 大部分人都是好的 那么有一两个人不好 我们会因为一两个人不好 而否定所有的人吗 肯定不可以 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 那么我们仔细看 他们的矛头 所针对的并不是真正的中医 而是伪中医 我们都知道 真正的中医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它可以解决病头 在事实面前 无话特说 现在很多疾病 尤其是在西医没有传入中国之前 将近五千年的历史上 只有中医维护了我们人 就是在中国这些神州大地上 中医起着非常具足轻重的 这个全民的保健作用 以至于在建国初期 我国曾创造了一个奇迹 什么奇迹呢 就是用占世界2%的医疗资源 解决了占世界上22%的人口的医疗问题 这难道没有中医的功劳吗 在毛主席曾经说过 中医学是一个伟大的保护 我们应当加以挖掘 欲以提招 伟人都这样说 而且在五六十年代 赤脚医生 一针针一把草 可以解决 占我国99%的人口的医疗问题 这难道不是中医的功劳吗 在事实面前 我在这里罗列的是事实 因为事实胜于雄辩 真正的真理是不需要辩解的 我们只需要把事实罗列开就好了 第二个就是所谓的科学家 和所谓的老中医进行的辩论 实际上按照我们现在的眼光看来 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互相的不理解 这个按照西方的 就是按照现在的学术眼光看来 这叫做语言之强 就是你在听他们辩论的时候 你会很明显的感受到 这两派人实际上是在各说各话 从来没有真正的交流和沟通 因为这两个学术的这个理念和价值观 完全不一样 我在中国中医科学院所从事的是 中医学方法论的研究 什么叫方法论 就是在这个现象背后 探讨它的这个实质内容的 这种学科探讨这个方法论 实际上中医的方法论是整体观 辩证论治和平衡 那么西方的方法论是什么呢 是还原论和部分系统论 导致了西方的整个这个逻辑 是形式逻辑 那么中医学是整个的是 整体观和取了一笔相 那么在最初史的时候是 就有了分水岭 以至到了后来 这种分歧会越来越大 这实际上就是古人 就是中国老祖宗思考问题的时候 但西方的现在医学的创始人 他们思考问题上 有了细微的区别 以至于演变成现代这种状态 那么这就存在着 现代科学跟中医学无法沟通 但是呢 我向大家负责任的说 中医学非常科学 以至于我的单位的名字 叫做中国中医科学院 假如中医不科学 国家会让中医变成科学院吗 下面再耽误大家一点点时间 因为有一个老师 他的提问也非常有代表性 他说如何落实现阶段 中学生的性观念问题 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 中学生的守民问题 尤其是作为家长 那么我的回答非常简短 就两条 第一条 管好自己的孩子 从自身以身作则开始 我们在座的每位为人父母者 首先自己要自律 身教胜于言教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是把孩子的周围的环境 乃至于与老师 家长 家庭 整个这个社会状态呢 使他产生一种比较良好的 这种状态 把小孩子这个 尤其是网络啊 还有电视这些污染 严重的这些污染 被他断绝 只有做好这两点 然后并予以弟子归 还有传统文化的熏悉 才能让他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和世界观 今天上午的讲座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